在扬州的生活该怎么开始 上班前扬州的居民几乎全醒了 大拳健身唱曲养生 散步同时还能遛遛鸟 如果说想要认识一座城市 那就得从早餐开始 过去的扬州是一个繁华的城市 它由于长江和运河的交汇 交通比较便利 使得这边就是经济繁荣 这个早茶文化就应运而生 为什么早茶文化应运而生呢 因为早上扬州人从早茶开始 就可以在一起谈谈生意 大家坐在一起交龙交龙 喝茶长点 谈生意润天下 形成了扬州这种风格 在吃早茶的时候 除了我们扬州包子 扬州点心 还有扬州的小菜 和扬州的茶 大家在一起形成了扬州早茶 丰富的内容 再次也形成了早上皮包水 晚上水包皮的特色 喝完早茶 吃完包子 扬州的一天正式展开 但别急 吃包子的时候 当然你要好好地认识一下扬州菜的特色 这个汤包呢 是我们这个包子里面 一个极大层的一个点心 它呢就是从外观上看 这个它呢有38个则 就是这个有提笼摆绝的这个说法 因为呢它满满的汤汁啊提起来很充实 透过光啊来看呢就是一个灯笼 放下来啊有38个则 就像一朵菊花 这个吃的时候呢 也有轻轻提慢慢移 先开窗后喝汤的这个说法 首先呢 这个这个在吃的时候 要把这个汤包啊 慢慢提起来 这个看似一个灯笼 移到旁边 这个让你呢方便来吸食 喝的时候啊要开个小口 再慢慢的品味 里面的这个汤汁的美味 这汤汁嘛有高汤有蟹香 这个呢也体现了我们这个江南文化 鱼米之乡的这个特色和特长 扬州美食堪称是中国一绝 也因此衍生出独树一格的淮扬菜系 其特色在于清醇平和 口味清淡而不油腻 在讲究养生的同时 也能够呈现出扬州的100种味道 淮扬菜的代表首推这道文丝豆腐羹 只见煮出刀起撕落 但却彼此不分离 一转眼一块嫩豆腐 就变成细炉法司可传真的文丝豆腐 刀工的要求 刀工的要求就是要稳 就是刀工 如果说切菜里的东西 要求就是片就是片 丝就是丝 然后就是 反正就是要求就是 花洋菜嘛 它就是 它的特点就是刀工 做炖 做菜就是要求 这样要求的 文丝豆腐刀工之戏 令人叹为观止 主厨张师傅 下了15年的苦功 才达到如此境界 而俗话说 扬州有三把刀 菜刀剃头刀和修脚刀 在给扬州的菜刀按完赞之后 来看看目前已经被中国列为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修脚刀 到底有多厉害 可别以为修脚刀很好拿 只是脚底按摩和足乳酱而已 事实上 修脚也是一门历史悠久 而且博大精深的学问 体源于汉朝 然后剩余呢 剩余我们这个扬州的这个唐朝和这个清朝 清朝呢就是离我们很近 清朝它有唐这个有我们的这个 严商 红顶商人嘛 是吧 严商特别有钱 然后呢就很追求我们生活的一种质量 然后呢就是起就是早上这个 早上就是这个水就是皮包水 到了下午呢就是有沐浴文化 就是水包着皮就是洗澡泡在水里面 然后呢由于这个沐浴文化的兴起 然后呢带动了我们修脚 原来修脚呢是不在澡堂子里面 是在外面拿个小凳子跟剃头匠是一样的 然后呢有了这个沐浴文化以后呢 就和这个修脚结合起来 然后就盛行起来 这是必须做的就是修刮的厨 修脚刀的最高境界不只要让客人的脚光滑圆润 修脚刀的最高境界不只要让客人的脚光滑圆润 达到调养身体的功效 而这样的沐浴文化全败扬州的富数所赐 而生活富裕之地自然也培养出许多传世的经典工艺 像是扬州的古琴以及刁板印刷 都获选成为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扬州古称广陵 而广陵勤判则为中国古琴写下 辉煌的一夜 因为我们已经有得天独厚的这个地理 优势 所有的条件都已经很成熟 但是说每一个族琴师或者族琴工坊 他在扬州就相当于散落的明珠在各个地方 所以说各地的情友来扬州寻情 访情都很艰辛 所以说就促使了就是古琴一条街的诞生 在汪总的撮合下古琴一条街的这个诞生 杨州的另一项爵士工艺 刁板印刷则是融合了书法 印科和刷墨三大工艺与美学 让古代的文明与智慧能够传承并保留至今 写样是刁板印刷的第一道工序 它直接观众到陈树的质量 过去三门树都讲究写课尽量 写直接影响到这个一分子树质量的高低 字应该算是这个步骤里面算是比较需要 有基本功的时间很长的 因为它对误性还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就是说对字的提案还有就是笔画的呼应 都是需要有一定的理解的 那很简单但是它中间还有一定的技巧 比如说像这个看上去 我很简单的刷墨 但是其实这个是浮在上面的 是很轻的很轻的刷的 如果太重的话 一方面会对这个板片有这个顺伤 另一方面对这个工具有顺伤 透过刁板印刷 让华夏子民五千多年来的历史智慧 得以传世后代 而这数十万片的刁板印刷古文物 在岁月的洪流中 虽有部分消失 但幸好还有数十万片 保留在扬州的双波馆中 俗话说得好 好水输好酒 这句话放在宿迁 一点都不为过 宿迁市的洋河镇早在汉朝时 就已是个酿酒圣地 我们信朝的时候 乾隆皇帝曾立下江南 有五次就驻毙在我们宿迁的造河行宫 所以他路过的时候是品尝了洋河美酒 相传也是对我们这个洋河酒盛赞 叫这个酒味香醇 真佳酒也 所以说那个时候洋河大区 我们洋河酒就名副其实地 可以称为国酒了 水质 土壤和气候 得添独厚的地理条件 让酒质棉柔爽口 造就了宿迁成为白酒之都 具有甜 棉 软 茎 香等风味口感 沿用的是老五增序扎法等传统工艺 从原粮发酵成酒胚 就得耗上整整八十多天 清澈剔透的原浆一出炉后 还得接受接酒员的考验 仔细区分酒的等级 我们采用的是断花摘酒的一个工艺 比如说我们酿酒是呢 主要靠眼睛来关这个酒花的大小 然后呢摘取不同的酒的等级 比如说这个酒花啊 如果是大如黄豆 消失比较快 那酒的度数呢 可能在七十度上下 如果说这个酒的酒花 它比较小 小如绿豆 而且消失很慢 就说明呢 可能在六十度上下左右 所以说的话呢 它主要靠我们酿酒师的一个经验 来分段接酒 同时呢要分类储存 而这些名柔相纯的洋和白酒 都一旺一旺地保存在 储酒库中的淘坛内 皇家的精选认证 成就了品牌地位 让洋和白酒 至今依然是业界的领头羊 年产能将近二十万吨 延续了古人的智慧 他们也善用了现代科学技术 让酿酒品质更加精进 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 以及悠悠千古的文化底蕴 是素千人最引以为傲的 从事资产 漫游巷王故里 品尝羊和双沟 不容错过的 还有素千著名美食 相府家宴 相府家宴 源于西楚流传千年 是相宇新兵决胜 雅惠诸侯的大宴 21世纪相府家宴 不仅遵循新楚礼仪 也增添创意 养生和雅趣 相府家宴有十爱道热菜 它的做法都是古典做法 一般都是汉蒸 或者清炖为主 它都是养生的食材 本地的当地的好的食材 将甲鱼 牛鞭 鸡腰 鸽蛋 枸脊 放入顶中 加入葱汗姜等佐料 最后倒入熬煮两小时的鸡汤 熊霸天下的家宴名菜 就可以上菜 这道菜的来意 就是说当时项羽 南征北战 他荣马医生 家乡人为了纪念他 他做这道菜 就是怕他身体劳顿 身体累垮 所以这道菜非常是补的 所以说把这道菜做给项羽 项羽吃得非常高兴 后来项羽 认请别人的时候 他就是上这道菜 以这道菜为主打 长鱼和鸽子 加入葱和姜 放入盐和味精腌制 上头再撒上生姜丝 和蒸两小时 美味健康的佳肴 准备诱惑你的舍尖味蕾 这道菜也是兴用当时 我们家乡人为了纪念这个项羽 他老婆 鱼姬 对吧 然后就是一个龙 一个凤搭配 他们两个人当时相遇的时候 非常完美的一道 一个这个 婚姻组合 所以说我们当时为了做的菜 也是纪念了这个项羽和鱼姬 项府家宴融合了历史 人文 美食和养生为一体的雅剧盛宴 是英雄故里 最能够贴近一代霸王的方式之一 在品尝佳肴之余 也不妨品味一下 项羽的英雄人生吧 我们下期再见 本白色花海美景 如梦如幻 浪漫满源 春风轻浮 落音飞舞 绝美风情 美不生收 这里是无锡太湖西北岸的源头主 独占太湖最美画卷一角 有着天然盛景的美誉 那现在呢 我们源头主呢 已经被评为了 国家五位级的风景区 那么在这边呢 为什么叫做源头主呢 源呢 其实是形似别科的一种 类似于海龟 那么主呢 是指三面临水的小陆地 那我们的源头主的地形呢 不管是从高空 还是从湖中远望 它都像是一只猿 在湖中细水 所以呢 这边被称为源头主 那么在1958年的时候呢 郭沫罗老先生呢 在到太湖来游玩 那当时呢 就称赞到太湖佳绝处 毕竟在源头 那么之前我们的亲民小长假呢 最高峰呢 一天入园的人数为10万余人 春寒料鞘 初春最是赏英时 秀美的樱花 在碧水蓝天的映照下 风外妖娆 源头主的春日盛宴 可不输给日本的樱花季 目前更是中国大陆 最大的赏英圣地 仅区三万多株樱花树 不仅有百年樱花王 以及罕见的品种 现在樱花呢 一共有三万多株 那现在呢 在名贵的品种呢 已经有68种 那我们整个园里面呢 都是以燃井集野为主 四月底的樱花绚丽绽放 源头主长春桥河畔 洒落满地 在桥的两侧 栽种的樱蹄 有着长春花椅的浪漫美名 湖西冰湖区坐永万寝太湖 享有太湖明珠的盛誉 这里不仅是无文化的发祥地 更是中国著名的鱼米之乡 近年来在大力发展休闲 和旅游产业的战略下 千年古城有了崭新的样貌 坐落于山水之间 冰湖区马山度假区的年花湾 生态优美 环境清幽 这里的临山小镇 宛若一朵盛开的莲花 建筑风格 古朴典雅 充满东方产意 在我们这个小镇 你走到每一个地方 它都有一个 会让你看似不起眼的小景 但是就是那个小景 它会让你忽然发现 可能就像我们所 想要传递的一花一世界 一夜一如来 这么一个 每一个从微观传递到 你宏观的一个世界的 不一样的场景 那么您游走在我们这个小街上 你会看到在我们的边上 有各种各样的小景 我希望就是大家能够在我们这里 感受到不一样的这个 蝉艺文化 蝉居 蝉艺 蝉境 蝉景 蝉月 碾花湾呈现东方美学的文化之美 传达了简单 快乐 健康的生活方式 漫步在石板铺成的蝉月花街上 每到圈林大地的花招节 镇上四处可见 仙气动人的蝉花仙子 增添镇上的空灵感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一个 超金的地方 那可不可以请您跟我们 稍微讲解一下 为什么在这个园区会有一个 这样子这么特别的 充满蝉文化的地方 我们设置这个活动呢 是希望因为现代的生活 可能会过于的浮躁 然后快节奏 那么我们能够通过 希望就是通过这种 让大家可以静下心来 用自己的全副心神 投入到这么一个 超写心境的过程里面 然后让大家能够就是 用怀着一种恭敬心 然后一种平常心 以及你的这个宁静的心态 去做一件事情吧 一花一世界 一夜一如来 幽静的小镇上 还有抄写经文的体验 让旅人们用心去体悟 这里的佛教文化和禅艺生活 无息的临山 被海内外誉为 21世纪世界佛教新圣地 至尊家喻户晓的 东方大佛圣像 在庄严之中更显禅艺 助力远处的东方大佛铜像 高达88公尺 是神舟五方五佛中的 其中一佛 每年朝拜大佛 信众达350万人次 在寺前 佛手广场 想摸的就是这一座佛手幼掌 可是按照临山大佛手掌比例 一比一打造而成 左手边的这个佛手 这个被称为天下第一掌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 很多是讲究谐音的 佛手跟福寿同音 所以我们很多客人 会在这边摸一摸我们这个佛手 一般是双手顺时针方角 摸一圈不间断 代表一个圆满之意 增幅天授的意思 无锡的冰湖区不仅产音鸟鸟 灵气绵绵 同时更是一座超凡脱俗的山水养霸 来到马山半岛的农庄果园 田园景致美不胜收 我们沐湖果园是无锡冰湖区 马山的一个农庄 那么现在我们就是把 原来都搬成的果园 跟现在的休闲度假相结合 那么吸引游客到这边来 采摘 观光 休闲 就是给大家也配套了 特色的农家餐饮 在这里可以品尝到太湖的湖仙 美味的马山农家菜 眼前这一间又一间的蒙古包 内部是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主攻终端游客 而塞外风情的蒙古包 进驻江南 不仅成了太湖湖畔 最美的一道风景 也提高了农园的生活水平 无锡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的 生态优势非常明显 在1992年审批的时候 它以一只空气 两只水 成为我们在所有度假区 审批当中的一个亮点 而且它的森林覆盖率 非常的高 达到70% 周围的环境也是非常的优美 它有沿太湖四十二公里的湖岸线 沿湖的这个道路也是非常的好的 可以骑行 可以踏青 可以休闲 到处都市井 到处都可以看太湖 太湖熟 天下族 昔日的天下粮仓 富饶之地造就了无锡农家乐的极大优势 而这里所盛产的雪浪茶 更有皇家供茶的美誉 漫山遍野的茶园 采茶姑娘心情穿梭 不过现在游客也可以走进茶园 体验他们的辛劳和亲手采摘的乐趣 雪浪山的茶园一共有三百多亩 其中值得一提的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 就是有148株古茶树 就是康新年的时候是建成的 经过这三百年我们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也是一代一代的人 很好的就是维护它 现在它整个的植株都非常非常的大 到现在每年都可以产出新茶来 将雪浪供茶茶叶放入热锅 徒手翻炒杀青 去除青色苦味 提炼茶叶香气 接着揉碾成形 再进行烘干和拉毛 每一次的人工制茶流程 得耗上45分钟 雪浪山主要是有雪浪山和后面的五浪 两个山组成的一个景区 景区面积是五千五 每年吸引就是七十万游客 来雪浪山来参观 因为它主要是体验的 就是一种咱们过去的文化 乾隆皇帝曾留下几句 对雪浪茶的评价 那就是色轻不浑浊 芳香不刺鼻 味浓不造喉 行小不浮面 好茶配好景 也难怪水浪山 每年有高达七十万的人流 钱来找茶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